今年表现以来比较稳定的好了 那都是龙头股 台积电 这个不用讲了 那主持人或投资人 观众可能问我说 不是都纯民生消费的公司吗 为什么会买到科技股呢 对啊 这个感觉变化会比较大 因为像巴菲特他早期也是买 买什么口香肠公司 冰淇淋公司 卖可乐公司 巧克力 巧克力 可口可乐 对不对 番茄酱的公司 对不对 他买这些 怎么他突然买苹果 好像差别蛮大 其实不是啊 其实苹果跟那个口香肠番茄 酱巧克力差不多 就是民生必须了 就是苹果在全世界 美国 或者说美国 他市占率很高 那苹果他现在主要 又不是卖手机在赚钱 可能主要是他卖 卖那个订阅 他可能 iPhone很多 他都有赚 因为非常赚 对 附加产品 他就每天 那个重复消费 好 那台积电 其实我们把所有的 电子产品 你把它推 公益店推 推到最后都是台积电 因为以后都是 高速运算 AI 什么叫做物联网 所有电器 都有晶片 汽车晶片 都很多 对不对 车用晶片 连国防 现在我们录影的时候 那个以色列那边 可能在发生一些战争 军工股 很多国防武器 都需要台积电 晶片 所以你把所有的 运算 电子产品 推到源头 都是台积电 所以就民生必需 那你说 所有产品 会不会同时不景气 比较 不容易 比较不容易 一些消费性 比如说我手机 可能卖不好 可是我那个 那个疫苗 生物 可能前两年疫情 我要做疫苗 需要高速运算的电脑 我们疫苗 才发展得这么快 对就是 比如说汽车也是 就是或家电 甚至国防 它很多种 不同的产业 所以说同时不景气 好像也 也不太 就算同时不景气 也没关系 反正昨天会景气过来 反正就是 全世界 那个先进制程 市占率最高 大概那个 实在难民以下 就是90%了 那目前为止 那个三星跟Ether 大概不是 应该不算是对手 就算民生 算民生消费的公司 对啊 这样子 那其他的 其他的就真的是 很民生消费了 像浦峰 浦峰跟大城是 是我们台湾最 第一大跟第二大 肌肉啊 那饲料的供应商人 对 那这个大家都知道 他去Costco 好市桌都会看到 浦峰的产品 去Seven都会看到 浦峰的产品 那德迈可能 大家比较不清楚 德迈是叫做 隐形冠军 他 我们在外面 看不到他的logo 但是你如果早上 大概四五点起床 可能在面包店附近 会看到他的货运车 他是黄色的车子 他是供应全台湾 百分之九十 八十九十的 面包店 面包蛋糕 太阳饼凤梨酥的原料 对 隐形冠冠军 他的获利很稳定 然后昆鼎 昆鼎是全台湾最大的资源回收 然后废弃物循环发电的公司 这两年 这两年也是未来的趋势 对 然后其他股价也蛮强的 没什么跌 配息也都蛮高的 十三块 十四块 这样 然后股价 对 今年真的没什么跌 然后中保科 最近股价也蛮强的 它是台湾最大系统保全公司 就是我们去 这个银行啊 或者说公司 学校啊 都看到中心保全 或ATM上面都会贴中心保全 它股价上去以后 就没有再回来过了 但是上去很慢 很慢 慢慢上 慢慢上 对 然后它跨足智慧城市 跟智慧建筑 就绿建筑 那很多 像高雄啊 台北啊 很多 那电信股 这个就不用说了 这个我已经买十几年 都没有卖 电信股 就是中华 台湾 远传 它 本来五家 现在变三家 所以 然后以前那个 低支费的那个方案都不见了 都变高支费了 还蛮稳定的 定存股 然后这两支 最后两支 是我这一两年才开始加入ETF 我以前很少买ETF 那这两档ETF 我带来说明一下好了 第一个是统一 Fab 00757 第二个是国泰 全球品牌50 00916 那买ETF的原因就是 我不用选股嘛 是啊 它会帮我选嘛 主要是这样 那现在这十家是龙头 而且它也跟民生消费 就是很 很容易 感受的 很有feel啦 对吧 感谢观看